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就是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所在地 按照美国的竞选资金法 各个竞选委员会需要每个季度向联邦选举委员会 上报自己在本季度的募款和开支情况 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 特朗普总统的竞选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在2019年第三季度总共募款1亿2500万美元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募款成绩 对比而言上任总统奥巴马 在2011年争取连任的时候 他的竞选委员会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同期募款额是7000万美元 为什么特朗普总统能够在第三季度 取得这么好的募款成绩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资深 时政记者吉姆马龙的分析 特朗普总统的连任竞选非常注重 尽早筹集尽可能多的经费 如果你回到2016年 两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上 一共花费了25亿美元 实际上 希拉里克林顿筹集到的钱是特朗普的两倍 所以进入这个选举周期 特朗普总统已经保证 他将筹集更多的经费 他们在接触不同的捐款人 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和脸书 也取得了一些成功 我认为他最近几周取得格外的成功 是因为民主党在众议院发起的弹劾调查 总统的共和党支持者有效地把这件事当作了筹款工具 我们在过去的美国政治中也看到过这样的事情 我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在这件事上的反应 就是我们所说的愤怒因素 他们认为总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例如在穆勒和俄罗斯调查期间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募到了很多钱 出现了一个募款高峰 因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觉得总统处于政治围攻之下 他们的支持者表现得很忠诚 觉得民主党是在联合起来对付特朗普 他们还认为许多媒体对特朗普总统有偏见 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很重要 他们要挽救特朗普的总统之位 帮助他赢得连任 当然在弹劾问题上 特朗普的支持者要阻止民主党 把特朗普赶下台的任何努力 如果这需要提供大量资金 他的支持者表明他们愿意这样做 与此同时 各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也公布了自己在第三季度的募款情况 其中伯尼桑德斯参议员排名第一 他总共募到了2530万美元 而现在在民调当中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 在第三季度的募款排名 则跌至第五位 相比而言 特朗普总统显然是在竞选财力上 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 那么这对于选战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再来听听吉姆马龙的分析 这不确定 因为按照最近的例子 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的选举中更受偏爱 他很轻松地就募集到了比特朗普更多的钱 但最后获胜的却是特朗普 不过有些民主党人对此还是很担心 他们认为民主党没有早点进行足够的筹款活动 特朗普已经用募到的一部分钱来做针对民主党的竞选广告 主要是针对弹劾 但也针对某些竞争对手 比如乔拜登 一些民主党人希望他们这边也能募到更多的钱 用来做针对特朗普的广告 早点打压他 削弱他的竞选 我们预计2020年可能会出现你能想象到的最分裂最残酷的竞选活动 而筹款将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特朗普总统目前处于领先地位 但正如我们在过去看到的那样 仅仅因为一个候选人比另一个候选人有更多的钱 并不能保证他会取得胜利 竞选资金对选举结果未必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依然非常重要 美国有严格的法律来规范竞选资金的来源和去处 而联邦选举委员会就是负责监督实施这些法律的独立机构 有关竞选资金的数据是向公众开放的 你可以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网站上查询到这些数据 竞选资金的公开透明受公众监督 是选举公正的基本保障 美国之音评章华盛顿报道 OK吗